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麵包板的部分 那麼因為在Smart這個主機板上面啊 其實呢只有兩個電源 那一個是5伏特一個是3.3 可是這個其實對於如果你要同時裝比較多的感測器或元件 就相對比較不夠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麵包板在這邊 麵包板的部分呢 你可以把你手上拿到的這個 就像這樣跟我們簡報放在一起 基本上他裡面呢就是鋁板 鋁板的部分像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所以呢 他的這個結構上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簡報上面有特別標示就是 你的這個如果是垂直的部分 垂直的部分 就是通了之後就整列都通 那 兩個這個上下分開的 彼此是不通的 還有就是這個水平的 每一列 這樣子 這彼此是不通的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像這樣 比如說 我在這邊 我們 接地的部分 目前 像Smart上面 還有我們的馬克一號 其實他們都只有一個接地而已 一個接地在這邊 Ground 那這個Ground的部分呢 只有一個 如果你有多個裝置要接地 他就沒辦法 所以當我把 馬克一號上的接地 接來這邊 那麼 這其他的 現在佔用了一個之後呢 其他這四個 就可以再接 其他的裝置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為什麼要用 麵包板的一個原理 當然你也可以接電源 也可以接別的訊號孔 好那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一起共用 這個是 我們主要用麵包板的一個 概念的部分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就 來實際 連接看看 那在簡報裡面呢 這裡有 像這樣 連接的 幾個 簡單的圖 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就讓筆訊號孔 謝謝